中国广播公司 中广早报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早啊 欢迎收听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7月2号 农历市5月30号星期二的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代班主播李亚元 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各大报的头版 各大报的头版今天其实不约而同 都是报道了昨天一整天在香港的大规模示威 后来呢有些失控 有部分的示威群众攻破了香港立法会的消息 好我们从联合报开始看 联合报今天的标题就是 香港示威攻破立法会 其一回归升旗被迫在室内管理 特首喊话施政更开放包容 香港太阳花港景今天凌晨清场 这个是标题上面的主要的文字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香港立法会呢昨天爆发了 数波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门的冲突事件 并且和呢警察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 到了晚上九点钟 大批的这个示威者一涌而上 攻破了层层障碍 闯进了香港立法会大楼 警方在今天凌晨呢也展开了这个反制 数次以催泪弹驱离立法会内外聚集的群众 防暴警察进入立法会大楼呢 进行清场 这个场面真的很像当年的台湾太阳花运动 香港立法会呢 是从前天深夜开始就有示威者 在这个立法会的外头呢 跟警方展开了一个对峙 并且从昨天上午持续到昨天晚上 越到晚上情况就越激烈 九点钟多位手持着自制盾牌的示威者 冲破了重重障碍 闯进了立法院的立法会的内部 立法会的大楼呢 虽然在晚上八点钟就发出了红色警示啊 响起了消防警钟 警方呢还不断的用广播呼吁停止冲击 可是还是有许多示威者继续的 拿着铁管铁铲 这些工具呢撞击立法会的玻璃门 至少有五副的这个玻璃呢被撞烂 其中有一道玻璃门是整个都粉碎了 然后呢群众就闯进了香港立法会的大楼 闯进大楼里面 在墙壁上呢也展开了这个喷漆 还大肆破坏了一些东西 而昨天呢香港民阵 其实他们原本是发起一个七一大游行啊 主要是反送中 所引发的后续争民主的效应 同步有网民呢在网络上发起了 塞爆金子金示威行动 要阻止香港庆祝回归中国大陆系列活动的升旗典礼 以示威人群来堵住官礼升旗者 但是呢包括了这个特首林郑月娥等一组官员呢 最后呢是在室内举行了 这个回归活动的一些庆祝仪式 而对于昨天呢在九点钟啊 香港的示威群众攻进了立法会的大楼 到了午夜十二点啊 香港警察展开了这个大规模的攻坚行动 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把立法会 里面的这些抗议群众 全部都这个赶出了立法会啊 所以呢这个行动啊 清场行动只花了半个小时 到了今天清晨的四点钟啊 林郑月娥她就开了一场记者会 当然这个记者会呢 她是有几个这个香港的警察首长 还有相关的重要官员陪同 一起开了这个记者会 她用广东话呢 说明了她对于这起事件处理的一个立场 合法去到晚上更加是强行闯入了立法会大楼 并在里面大肆来到去破坏 包括损毁了庄严的议事厅和区徽 以及立法会现任前任主席的画像 这些目无法己的暴力行为 严重影响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 我对此感到十分憤慨和痛心 并要予以强烈的谴责 好其实我也不是很听得懂广东话 但是大概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林郑月娥呢是在清晨四点钟 她在湾仔警察总部会见了媒体记者 她说香港呢昨天出现了 其实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 一个是七一游行展现了香港的核心价值 和平示威值得称赞 而且呢她又这个反观 她说立法会的这一群示威者有数百人 说他们的行为呢让人让她觉得震惊痛心 感到愤慨心痛 她要严厉谴责 她的刚才这段讲话 她是说呢昨天晚上呢 闯进了立法会的群众呢 有大肆破坏 而且呢她认为这是目无法己 所以呢她说呢 她要追究到底 而且呢她在最后就是说 她觉得这件事情让她觉得愤慨心痛 好这个是在香港呢 昨天的一个这个情况 今天在联合报 还有呢自由时报 以及呢苹果日报 其实都讲了 但苹果日报我不能念了 所以我就不讲了 我只是告诉大家 她的确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头 另外呢在中国时报 也是报道了这件事情 不过中国时报它的标头呢 写的是香港七一游行失控 冲战立法会啊 好这是呢香港立法会呢 昨天在经过了一整天的这个抗争行动 出现的一个这个状况 而其实在今天的内夜 因为报纸呢 它的这个节稿时间呢 所以它没有办法掌握到今天清晨 林郑月娥开记者会的一些反应啊 不过呢在这个香港的太阳花事件当中 因为这些抗议群众 他们就在香港立法会的墙上呢 就大大的写着太阳花HK啊 就是太阳花香港版啊 而昨天这起整起的这个事件 其实刚才讲到 应该说是分成两个现场 一个现场是由民政发起的和平游行啊 人数呢也相当的可观 总共有55万人 香港昨天是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 很多方面呢都受到了这个 金钟立法会冲击行动的影响 有数十万香港人呢 还是用比较沉默的这个脚步 来表达他们坚持的诉求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说 昨天是55万人参加他们的大游行 今年的七一大游行 就是它的主题呢 民政定出来的是撤回恶法 指的当然是这个逃犯条例啊 另外点名林郑下台 但是临近游行除了主题没有改变 很多方向已经有所改变 从昨天下午到黄昏 香港岛的天后铜锣湾 湾仔一带挤满了参加游行的人士 但是明显是没有6月16号 这个百万人这么多 以前呢七一大游行 大概都是完结后 游行人数呢在做统计 但是这一次看起来 这个游行人数呢 主办单位是说估计大概是 55万人左右 另外昨天呢 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在联合报啊 今天A3版啊 在下方有一个标题是写着 罗文嘉跟黄之锋啊 黄之锋就是啊 香港争民主运动的这个领袖 他们两个有视讯呢 定调就是一国两制 在香港是完全失败的 香港回归22周年 港人再度上街游行 争取双普选 还有反送中条例的撤除 而民营党秘书长罗文嘉 昨天使用视讯连线的方式 和香港的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展开了对话 表达呢 民进党对于香港民主的关切 黄之锋在连线的时候还说 他说台湾跟香港 同样面对北京的压迫 希望大家看看香港的一国两制 那根本是完全失败 好 这是在今天呢 各报呢 针对香港 昨天立法会呢 被示威群众攻破 所做的一个相关报道 好 今天呢 在自由时报 除了有关于香港立法会的 这个报道之外 另外今天呢 他还报道了 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很让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口提议 我们跟他抗战了 22年 总算是成功的消灭他了 这个口提议呢 是从中国大陆传入 维护台湾的这个养殖业 整整有22年 台湾现在总算是成功扑灭口提议 昨天是口提议拔针届满一周年 一年来呢 全国的猪肢不用施打疫苗 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口提议的案例 论委会主委陈吉仲振奋的宣布 他说台湾 澎湖 马祖口提议拔针成功 9月呢 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提出除疫申请 台湾明年5月呢 就有望成为 可以不打疫苗的非疫区国家 昨天陈吉仲呢 还这个在举行了一个很大型的这个仪式 宣布了这个消息 马祖口提议拔针成功 9月之后 国外议会申请 那明年5月 就可以来正式宣布台湾为口提议会议区 好 其实是不是这个飞议区影响真的还蛮重大的 成功拔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跟各国洽谈猪肉出口的问题了 但是目前呢 国内的猪肉消费 其实还有5%到10%的这个进口需求 而且呢 因为中国大陆了 还有越南的 嗯 现在有这个非洲猪瘟疫情严重 导致呢 国际的猪肉价格其实是上涨的 所以这个短期内呢 当然是 先是自己吃比较重要了 所以短期内呢 是先供给国内100%的这个猪肉需求 后续 如果行有余力 还有多余的猪肉可以外销的话呢 再来推展 目前据说已经有日本业者 到我们台湾来洽商 要让台湾的猪肉 重新外销到日本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好 这个是在自由时报 今天呢 在头版呢 二条报道了这个消息 今天在自由时报呢 头版还报道了另外一个 跟大家有关的消息 这是一个比较名声的议题 我觉得也应该说给大家听听 就是现在有一个新版的 买车子的定型化契约 纳入一个换新条款 其实买车子有的时候 你千挑万选 还是有机会买到这个 所谓的雷帮车 就是一买来 他就有问题的车子 那怎么办呢 不用再自认倒霉了 民众呢 辛苦存钱 买了一部车 如果你买到一个 老修不好的 这个雷帮车的话 经常会引发很多的消费纠纷 所以经济部呢 昨天就预告 他们要修订一个 新版的汽车买卖 定型化契约 对消费者有利 注意一下 就是正式纳入车主换新条款 解决这一类的争议 草案是规定说民众你在买车的时候 交付了 交付车子 把车子交到你手上 给你车钥匙之后的180天之内 或者是你行驶的里程数 在12000公里以内 这都还算很新的车嘛 如果因为相同的瑕疵 维修四次以上 还是不能回复正常 或者是呢 没有办法使用超过30天 你就可以请求 车上要给你换一部同行 等值的新车 或者是完全解除契约 草案预告60天后 送到行政院 消保大会去审议 如果没争议的话 最快年底可以上路 其实我自己也买过柠檬车 每开个几千公里 他就要换一个发电机 那真的是很烦人 但是当时是没有这种 有保障的条款 现在有这个保障的条款 对车上来讲 他们认为说太严苛了 对消费者来讲 当然是好消息一桩 好 另外其实 昨天有一个体育的消息 对于职棒迷来讲 很重要哦 那就是呢 昨天呢 中华职棒大联盟 举行了2019年的 新人选秀会 今年真的是 参选人数大爆满 而且呢 获选的人也很多 总共有145人报名 63人获选 卫权龙队 这支新加盟的队伍 选了28轮挑走 32个好手 创下了史上新高 拥有第一顺位的 当然就是龙队嘛 因为他去年还没有参赛 所以他没战绩哦 他第一指名的 就是状元是谁呢 不是投手 是平正高中毕业的 内野手刘基红 写下了连续三年 状元是高中毕业球员 而且连续六年 状元不是投手 而是野手 这两项记录 叶军章为什么会选一位 内野手来担任 他们的这个选秀状元呢 主要是因为今年 他们在阵容补强上面 他觉得野手哦 很重要 所以呢 他也期待 这个状元 刘基红 可以变成下一个张泰山 好 这个是在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呢 报道了这个消息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 呃 除了刚才报道的 这个香港的 重展立法会事件之外 另外 他还报道了一个 其实在今天来讲 对于大家来讲 嗯 倒是好消息哦 就是减税 大红包 因为台湾真的是已经 步入高龄化的社会了 长照的压力 非常非常的大 很辛苦的 而如果说呢 面临了经济上面 还要缴税的压力呢 可能会让这些家庭 更加的吃不消 所以呢 昨天立法院三读修正 所得税法 修正草案 增递了 长照扣除额 每人每年12万 未来呢 不管是 你是聘雇家庭看护 或者是你入住 长照机构 甚至说呢 自己就是家人 派一个人呢 在家里面照顾 有长照需求的家人 都可以享有 减税的福利 可是设有一个 排付条款哦 那就是如果说 你的综索税率 是20%以上 就不适用 这个减税大红包了 财政部预估呢 这一次 国家的税 税务损失 因为这一波的 这个减税 会损失20亿 可是预计呢 会造福29万 有长照压力的 这个家庭哦 所以注意哦 是有排付条款的哦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在 联合报哦 在头版的背面 也有一个消息 我觉得也跟大家的 名声蛮关心的哦 所以也特别提出来 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就是呢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 昨天也三读了 在党呢 批蔡政府跳票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事情 就是讲实价登陆了 实价登陆到底要不要 完全透明 现在呢 这个修法修一半 透明 透一半 所以现在等于还是一个 毛玻璃的状态哦 怎么回事呢 立法院的临时会 昨天三读通过了 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案 不动产买卖双方 移转登记的时候 必须要去申报登陆 交易资讯 登陆不时 会罚三万到十五万 可是呢 地段门牌 全都录啊 这就是完全透明了 是哪一户卖了多少钱 你都要知道 另外呢 预售屋的价格 即时登陆啊 还有呢 政府有实价登陆 查核的权利 就是你不能乱报 政府可以去查 这三个当然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完全透明 就得有这三点嘛 不过这三点 都被排除掉 灾党就批了说 你这根本就是 阉割版的修法啊 什么实价通路啊 根本是只修了一半 所谓的实价登陆2.0 现在变成了实价登陆0.5 价值大大减损 好 这个呢 是立法院临时会 昨天修正通过的是 这个民进党籍的立委 张鸿路等18人 所提的这个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呢 跟原本的政院版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主要的就是呢 现在透明透一半 关键的三点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再一党就说呢 这个忽快忽慢 做半套 根本就是扰乱民心 说这次修法呢 不能够一次到位 当然呢 来自于建商的压力啊 是相当的大的啊 担心呢 这个建商会有一些反弹 所以这一次呢 对于实价登陆呢 只做了半套 好 我们再看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 今天在头版头条 是说 华为解禁之后 台股的三王飙涨 大力光呢 昨天是跳空涨停 台积电呢 完成了填席 红海市值也重返1.1兆 带动整个台股大盘 创下了波段新高 主要是在G20川习会呢 放出个大力多 就是美国呢 暂缓寄出加税的这个惩罚 而且呢 对于华为也部分解禁啊 同为这个华为概念股的 三王台积电 大力光 还有红海 这可都是超重量的 这个全职股啊 当然其中还包括了 全王台积电啊 所以呢 在这三个这个重要的股票呢 有利多加持的情况之下 也带领台股昨天是带量大涨 164点 创了波段新高 大力光呢 睽違62个月 再度见到跳空涨停 台积电完成填席 红海市值重返1.1兆 还有今天在经济日报的头版二条 报道了有300张力变保单大降息 呜呜 这对于保护来讲不太好啊 呃 这个7月份的保单大降息啊 包括了国泰人寿 富邦人寿 中寿 南山人寿 九大受险公司呢 都宣布要调降 呃 这个旗下的利率变动型商品的宣告利率 这是今年4月以来保险业第三波降息 初步估计呢 有将近300张的保单会面临降息啊 让你的这个荷包缩水的消息 不是什么好事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在工商时报 财经报纸的工商时报 今天在头版头条报道的是 全证避险交易税 拼下个会期来调降 目标呢 是从现行的百千分之三 降到千分之一 争取要排入立法院的议程 这当然也是近完会主委顾立雄 他主导的一个修法方案 全证避险交易证交税呢 现在希望是从千分之三 调到千分之一这个修正案 行政院其实在102年3月21号的时候 行政院那边就审议通过了 但是迟迟呢 排不进立法院的会程 包括了元大永丰统一富邦等 十家券商 大声疾呼啊 说这个方案呢 可以活络全证交易市场 降低券商造成的 这个成本的问题 所以呢建议相关单位 赶快协助早点降税 顾立雄则表示说 下个会期呢 他会努力渴望过关 好再来呢 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 二条报导的是 中美贸易战有缓和的迹象 所以股会双涨超嗨的 而且呢 最近想要去日本玩的朋友 可能蛮高兴的 因为最近台币蛮强的耶 如果你去日本玩呢 可能可以换到比较多一点的日币 中美贸易战的气氛好转 激励多头的火力 全开呢 带动了这个股会双掌 台积电大力光 昨天呢 都是出现了这个很亮丽的行情 在会市表现呢 其实也是强强棍 新台币呢 昨天一开盘就一举升破 31块整数关卡 但午后呢 升幅开始收敛 没有站稳30元的这个价位 中场收在31.002 换一块美金 这个数字还是创下了一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升值了7分 连续两个交易日呈现升值 总交易量是10.13亿美金 这是近两个礼拜 单日最低量 好 这个是今天在各大报的头版 主要的消息 我都帮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了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你让我喝口水 待会我们再来看 内夜有哪些重要的新闻 同样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中广新闻网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实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好 现在时间呢 是7点42分了 我们来关心一下 今天在报纸内页 有哪些消息 今天呢 头版几乎是 花了很大的篇幅 各报都是在关心 香港的局势发展 我们再来看内页 内页就有很多 跟我们自己 切身相关的消息了 来看一下 长荣航空的罢工 今天算一算 进入第13天了 到现在为止 歹息托棚 解决不了 不过今天呢 比较好的消息是 老子再上谈判桌 再一次展开协商啊 好 其中的工会提出的是 五大诉求 长荣有四项都不同意哦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今天报道的是说呢 长荣航空劳资战火 还在持续延烧 今天早上呢 将要就团体协约 签署再次协商 可是针对 桃园市空服员 职业工会提出的 不秋后算账等 五项诉求 长荣航空公司呢 昨天表态指出 有四项 没有办法同意 包括撤回了 05 08公告 开放工会 认定罢工 或矿职等等 工会重申呢 坚守这个方案 昨天在罢工棚呢 新增的看板 写着蔡总统 你不是说 劳工是你心里 最柔软的一块吗 那请你听听 我们的心声 还发起了 一人写一封信的活动 邀请长荣航空 董事长林保水 参加今天的协商 今天晚上七点钟呢 还是要在这个 凯达格兰大道 举办一个 应援之夜 感谢支持他们罢工的人 好 对于这个昨天呢 长荣航空职业工会这边呢 他们提出来的四项要求 其实长荣资方呢 昨天啊 他们也有直接予以回应 我们来听呢 昨天长荣资方 空服本部的副协理 冯美丽 她是怎么说的 事前引导会员呢 可进行非法罢工 这样一个疑虑的行为呢 事后却要求公司 不能够进行合法合理的惩处 对于会员不负责任 一个两面手法啊 我们正在于严厉的谴责 好 这是长荣资方的一个态度 其实到底说 他有没有矿职啊 这个到底是工会说了算 还是资方说了算 现在呢 是两方各有坚持 当然主要的这个关键人物 就是十八金差啊 这十八金差呢 当时呢 是他们完成了这个报道手续 领日之费了以后呢 但是呢 后来呢 又加入了罢工的行列 资方认为 他们呢 是违反了 这个 工作的守则 所以寄了他们矿职 但是工会认为说 他们没有矿职 因为呢 执勤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以后啊 所以呢 就坚持说 这个 他们算不算矿职 应该是让工会来认定啊 这个双方呢 就闹得是不可开交 而对于这十八金差的风暴 现在越演越烈 空服员职业工会呢 昨天开了记者会啊 利保这十八个组员 说他们是合法罢工 长荣行则是反控说 工会当初宣告四点后报到的勤务 一律不得提供服务 十八个组员其实两点左右就去报到了 而且还是听工会干部的指令 才离开了自己已经报到的工作岗位 所以长荣对于工会领事啊 理事呢 引导这些啊会员的非法罢工 事后要求不得惩处呢 说他们长荣资方式谴责不能够接受 目前呢被长荣战时期矿制的 其实有二十五人 包括十八个当天执勤 B2722上海航班 还有B2871香港航班 B2180大阪航线的机组员 组员了没有机员了 还有七个呢 地面训练的勤务组员 长荣呢强调的是 他们的认定是你报到了 就是开始服勤了 就不是合法报工 而网友则提供了一个靠桥时间 工会则改口说 这个海报有物质 好另外呢 对于这场罢工啊 现在呢 其实反罢工的也不止资方而已啊 还有旅行业 旅游业呢 损失其实呢 随着这罢工的天数不断的拉长 而且现在是暑假了 正是最需要搭飞机的时候 所以旅行业呢 很头痛 估计他们的营业损失达18亿 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 昨天提三项要求 呼吁呢 政府对于大众交通事业 要制定一个罢工预告期 民航法也应该要强制规范 航空公司成立机票旅约制度 保障消费者跟旅行社的权益 修改民法旅游债篇 还有呢 这个旅游定型化契约 因为航空公司的罢工 造成旅客的影响实在是太重大 平保协会的理事长 许静瑞表示 他说呢 长荣罢工到现在旅行业呢 没有得到政府关切 也没有可以帮忙的方案出现 而华航罢工的时候 其实华航也罢过两次工嘛 一次是这个机师罢工 而当时呢 华航罢工的时候 平保协会收到很多旅客投诉 但长荣罢工到现在没有收到投诉 代表旅行业呢 是更辛苦的自行 在做这个善后处理 在做这个善后处理几万名旅客 这个机票转机的这个事宜 好 这是在今天呢 在自由时报报道了 长荣航空 今天呢 劳资双方会再协商 不过目前工会的五大诉求 长荣有四项是不同意的 好 再来看 其实昨天呢 还有一个就是指考第一天 昨天呢 考了物理 考了生物 考了化学 今天继续要考 而且今天考生人数 应该是最多的吧 大学指考 昨天第一天呢 根据这个补教老师的分析 是说物理科的难易度 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因为呢 朝向了新克钢素 这个素养导向命题 所以总字数比去年多了 有975个字 换句话说呢 你现在要考大学 你真的要有耐心 以前呢 我们看那个应用题 数学应用题 物理应用题 都不会太长 现在这个文字 落落等 你要看得完 而且你还要看得懂 这很重要 所以呢 字数多非选择题的难度 就会提高 另外生物呢 是图表多 非洲猪瘟 赶上时事 也入题了 化学呢 则是实验多 生活化的趋势 非常的明显 好 这个是昨天 在指考第一天 这个补教老师 做了一个分析 好 其实讲到了这个考试 这个大学指考 其实还有其他的新闻 今天在联合报呢 在A12版也报导了 说指考名额 高于申请入学的 现在只剩下四所学校 正大呢 是唯一的鼎大 另外有张师大 康宁大学 还有道江学院 正大呢 说不少科系呢 是沿用往年的分配名额 大学指考呢 最近正在进行考试啊 大学个人申请招生的名额 也是连年增加 考试入学比率屡创新低 根据大学招生委员会 联合会的统计 目前呢 全台只有四所大学的 考试入学指考啊 名额高于申请入学 包括的 唯一比较这个属于顶大的 只有正大 其他呢 还有张师大 还有康宁大学跟道江学院 好 这个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消息 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另外呢 还有跟生活有关的 实体店面电子支付 每笔五万元免认证 五大开放措施 可以缴水电费 可以发行除止卡 这怎么回事 简单的说一下吧 金管会呢 最近要发布电子支付机构 五大开放措施 包括呢 开放可以用电支账户 到超商去缴水电费 缴罚款 还有呢 放宽实体店面 交易免指示 及确认的金额门槛 从单笔一万块 提高到五万块 而且呢 是可以发行专用除止卡 好 这个呢 是生活上面 可能多一点便利吧 在联合报的A7版 今天报导的社会新闻 说竟然有这样的 糟糕的社工 去侵占一个挨墨妇人 人家已经生病 很辛苦了 还侵占了人家 上百万的存款 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北市社会局 有一个诚信社工 去年12月 他利用关怀安置 挨墨妇人的机会呢 盗领了这个妇人 上百万的存款 去买游戏点数 银行主管呢 察觉不对劲 马上向社会局反应 结果呢 他就 还一人分饰两脚 想掩盖自己犯罪的真相 最后是漏馅 然后被逮捕 新北地检署 昨天依照侵占 诈欺取材等罪嫌呢 已经将他起诉 检报认为呢 他是看到这个妇人呢 本身有身心障碍 生活没办法自理 又没有亲人 在旁边照顾他 真的处境堪怜啊 竟然没有想说 要怎么帮助他 而且他是社工 反而去贪人家的钱 所以呢 建勤法院呢 要给予适当的刑期 好 昨天是心智上路 什么心智呢 昨天很多心智 不过这个心智指的是 酒驾的法则 加重的心智 酒驾的处罚心智 昨天上路了 全国警察机关呢 昨天凌晨零点开始 一连三天 大执法 其中呢 取缔酒驾 116件 同车连坐处罚 到昨天傍晚为止 全国总共开了 9件11个人 第一件发生在新竹 酒驾据册 提高罚则呢 罚款呢 到18万 各地还有10个人 拒绝接受检测 第一张连坐开罚呢 是在新竹的中华路 昨天凌晨 0点43分 有一辆小客车驾驶 酒驾被拦查 新竹市警察局 浦顶派出所 对于驾驶和同车的 两个乘客呢 都开了罚单 被同车的乘客 开罚单 他们还说 他们还不知道 这件事情 说直呼说 自己那一家 不过这不是 有没有 这个 倒不倒霉的问题 这是该做的事情 就是 绝对不能酒后开车 我今天早上上班 也被警察领检 不过呢 我是行的正坐的端的 所以绝对没有问题 很快就被放行了 好 这个再来呢 我们再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新闻 好 这个新闻呢 可能也是跟大陆的学校 来台湾抢学生有关系 为了便利呢 抬升到大陆去接受高等教育 大陆今年大幅降低了 台湾高中毕业生 凭着学策成绩 可以申请大陆高校的这个门槛 可是今年呢 台湾突然改变了 学策的计分方式 导致大陆很多名牌大学 今年面临 招不到台湾生的怪现象 以华中地区的名校 武汉大学为例 往年大概都会收到 几十个台生 今年呢 只招到了八个台生 主要就是呢 我们这边的规则改了 所以呢 大陆那边就受不到 我们的学生 这对我们流人才来讲 倒是意外的是个好事情 才对 好 这个监狱的狱警呢 其实很容易得罪受刑人 竟然出现了断狱官 手脚刺杀被侵犯 这个消息 怎么回事呢 这是在今天自由时报 A9版报道了 他说 屏东监狱有一个 陈信介护科长 去年上班 才到监狱大门口 就被一群黑鹰人围堵 打断了手脚 重伤 显然呢 就是故意冲着他 围堵的预谋犯案 不过检方呢 查了半年 没查出到底是谁主使 也无法证明 这四个凶险是预谋犯案 最后就以普通伤害罪 起诉他们 预方同僚 对于这个结果呢 都很生气 认为说这是正义 没有会得伸张 并且担心 会有后续的模仿效应产生 而这个预官呢 被打了之后 还一搏一搏的带伤 回到岗位 继续努力的工作 好 再来呢 今天在 今天的中国时报 报道了欠税大户的消息 大家猜是谁 其实应该猜得到 又是黄任忠家族啊 财政铺公布了欠税大户名单 已故的股市文人 黄任忠的家族 连续第十年 盘踞个人欠税排行榜 第一名 第二名跟第四名 由黄任忠的这个儿子啊 黄若谷欠税 18.9亿 第一名 环亚大饭店 欠税24.5亿 全国 盈利事业 两大排行榜的冠军 不过呢 榜单还有新进成员呢 个人部分呢 有金鼎大舞厅的负责人 赖奎光 几近第20名 欠税呢 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一个状况 体谈的消息 喜欢看NBA吗 我喜欢呢 好 最近呢 自由球员 在开始呢 转换球队了 有几个重大的这个交易 跟大家讲一下啊 首先来看啊 这个今年呢 没有能够未免成功的勇士队 总算是留住了他们的射手 K Tom Klay Thompson 五年1.9亿 继续留在勇士 不过他们丢了 Kevin Durant KD呢 是以四年1.64亿 签约进了篮网 篮网的阵容 更豪华的是尔文 尔文呢 这位超级空位 四年1.41亿 签约进篮网 另外呢 以前林叔豪的老队友 Tampa Walker 天行者 他则是以四年1.41亿 签约进了绿山军 塞尔提克队 好 这是呢 在今年NBA自由球员市场呢 换来换去以后 几个大咖 他们换到的一个这个情况 简单的呢 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今天的35分钟 中央早报新闻 就为大家进行到此了 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也祝大家今天过得平安愉快 好 我们接着呢 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明天见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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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